若果真是不幸患患上新冠肺炎 康復後又應該怎樣調理身體呢 讓我們一起問問中醫師 你有沒有遇過一些新冠肺炎的康復者 他們會不會有什麼後遺症出現 遇過一例比較厲害 進入ICU比較長的時間才出來 但之後也會比較辛苦 譬如說話很不夠氣 亦不夠氣去做運動 連一句話都可能不夠氣 要分幾次說 除了咳的不舒服之外 比較突出的症狀 就是他人很熱 另外就是膩膩很不舒服 很生氣 膩膩膩膩 食物的口味也轉變了 另外我們遇到一例 比較輕症的患者 他也曾經是住過ICU 不過一次兩天就出來了 這個患者的主要表現就是 夜晚刻 是不斷的咳嗽 和多痰影響他睡眠 亦都是令到他一間有精神不振的情況 我們中醫就是講究辯證論治 雖然他們兩個病人 都是患上新冠肺炎 但我們使用的處方和辯證 是截然不同的 第一個就是覺得整天很熱 而且整天舌頭都很生氣 很不舒服的患者 其實我們最初是以清熱為主 因為我們覺得病邪 令到身體的火熱很重 這個時候我們應該是 著手將邪熱快點梳透出去 否則我們怕病邪會死灰復燃 令到病邪有反復的情況 之後我們就遵循著 因為熱邪會傷磚 我們再幫他養肺 和補回他的磚液 其他症狀就逐漸改善了 第二個患者 他就是以咳嗽和痰症狀為主 所以我們在中醫治療上 就是要幫他化痰 和止咳的情況為主 因為他在咳嗽改善後 他才可以好好地睡覺 然後慢慢養回身體 那會否有些湯水 可以幫助一些 康復者調理身體 如果新冠肺炎病了之後 覺得氣不夠 口乾一些 或者是有些咳嗽痰 亦都不是過多的時候 就可以飲用這個湯水 材料有太子森 蜜冬 白盒 陳皮 和南北杏 我們可以加上瘦肉一起煮 新冠肺炎 康復者的病因 病基 可能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就不要單純 靠食療去幫助你的症狀 如果你的症狀是比較嚴重一點的話 可能都要向醫師去求診 因為要考慮你的情況 病基 而對症落藥 會效果比較好一點 tasks 所以可以加上瘦嗎 喔 你